是由丹麥雕塑加高智活所創作 墨身上大約有五十個人體 每一個都面容痛苦 形態扭覆和七九層在一起 象徵著被血腥鎮壓的死傷者 而基礎上面有四塊平板 一面刻上六四屠殺 老人竟能殺光年輕人 另一面刻上 The old cannot kill the young forever The Ten Armored Massager June 4,1989 其餘的位置就刻住了1989年 中國文文的架史 1997年6月4日 六四晚會結束之後 港大學生將過商之處 運到港大 一路被保安和警察所阻止 直至凌晨 在幾百名港大同學故宋之下 才可以成功放在黃黑鏡的Pastop 及後進行院校循迴展覽 但是一直以來 都未能夠為國商之處 爭取到安放的位置 終於在1999年6月4日的晚上 就港大學生會 在維園那裡運送到 今天這裏 黃黑鏡平台這裏 安放至今 今天雖然天氣不穩定 我們沒有辦法進行 重有太古橋的活動 但也希望容許我 簡單地講一講 太古橋的事跡 在太古橋上面 冷血逃城 別視英雲不留 勢簽柴狼 民主聲貨不滅 二十隻大字 原本是寫在直班黑暴上面 六四事件之後 是由當時太古堂蘇生會主席 連同其他同學一起拾筆 欺責中共屠殺學生 誰知道有七就意外 將字譽印在橋上面 在1996年7月28日的時候 大學曾經為 派工程公司 將橋上面的字拆走 後來經過 港大的私生 強烈爭取和努力反對之下 最終得以保留 不論是國殤之處 或是太古橋上面的字 都是靠我們前人 畫著堅守真相 不屈不撓的態度 才可以留守至今 香港大學作為社會裏面 而領自由的橋頭堡 我們作為港大學生 我們要堅持堅守自由的嘻哈 和對追求民主的理想 任憑社會怎樣變化 我們一定不能失去良知 失去原則 政權血腥鎮壓 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物 我們不能事量報告 守護真相 是國殤之處 和太古橋負予給我們的意義 希望各位同學 在接下來的活動 都可以好好感受 再一次多謝大家 出席我們今天的活動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會交給我們 外務部會長 和大家簡介 今天活動的流程 一會兒 我們會用洗紅包去刷這兩邊 即前後的銅板 接著就會用清水去刷 左右這兩邊的石 千萬不要用洗紅包去刷前後這兩邊 要是要是三邊的石獵 最容易原本的地面 在五分之中 在三邊的石獵 也許延寬 要是一邊的石頭 都要是剛才的石頭 有不來的石頭 一邊的石頭 有不來的到米 由李奇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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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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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姜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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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3-2-3 酱油 。 熟成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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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